2017年,一个杨淑萍的演讲视讯,让他所在的马里兰大学,迅速在国内穿红。 如今每每提到这个学校,大家都会调侃该学校是空气很香甜的学校。 最近,该校似乎又有在中国翻红的趋势。 近日,一名商学院会计系讲师大卫维博,向校方控告中国留学生集体作弊,甚至称着和他们的作弊文化有关。 此事一出,迅速引起了很大的争议。 最终,其中一名中国学生认罪,另一名仍在调查中,其他学生纯属诬陷,截图来自WAMU。 这名老师还曾公开指称,中国学生都靠作弊来到美国和马里兰大学,让不少中国留学生,感觉到自身受到歧视。 其实这已经不是第一次有中国学生遭遇到这样的争议了。 加州大学圣巴巴拉分校的教授称,作弊是中国学生的一个大问题。 一个还未成年的学生,从自身的舒适圈,自身已经习惯的文化,教育环境中脱离出来。 前往一个完全不同的环境学习,生活,这本身就是一个需要极大勇气的事情。 任何一个孩子追求知识,或是开阔视野的美好心愿本身都应该受到尊敬。 如今却因为他们的国籍,而被特别的看待,被先入为主的看作骗子。 这是任何秉承教书艺人宗旨的学校,都不应该存在的。 但如今中国学生却正在遭遇这样的对待。 对待这样的问题,利用法律武器保护自身的合法权益很重要。 但同时,中国学生在作弊问题上,也可以做得更好。 因为,在中国留学生中,确实存在一些作弊现象。 2018年2月,就有6名中国留学生,被发现雇用枪手带考,欺诈美国大学陆许及学生签证。 最终被遣送回国。 加拿大近几年查出千名学生造假舞弊事件。 其中,中国留学生是重灾区。 在参考前段时间闹得沸沸扬扬的迪天龄事件。 中国高校充斥的枪手、待考等现象。 也让我们应该开始反思部分中国学生对学术的敬畏之心。 美国大学对中国留学生的偏见,那是美国学校需要去解决的问题。 任何不公正的对待我们都不能姑息。 但同时我们也要做到深正不怕影子歪。 毕竟任何一个国家的希望,都在学生身上。 如果学生的知识都是假的。 那谈何创新? 中国科学家们、技术人员等那些,致力于让中国走在世界前列的人们。 他们凭借就是每天充实自己的学识,不掺任何水分。 毕竟真才实学才是民族的根本。